秀林乡公所112年模范父亲继模范乐序表扬活动 4号在回南湾餐厅办理 而秀林乡代理乡长温永安 除了感谢父亲们在家庭付出的努力 表扬各村模范父亲以及模范乐序之外 同时也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在父亲节的前夕 秀林乡公所112年度表扬模范父亲继模范乐序活动 4号在回南湾餐厅扩大办理 秀林乡代理乡长温永安 秀林乡代理乡长温永安 秀林乡代理乡主席陆燕林及全体代表们 现役的成员人以及9个村的村长和村民们 共同来欢庆这一年进入的盛事 秀林乡代理乡长温永安 秀林乡代理乡代理乡代理乡主席陆燕林 也一般般模范父亲和模范乐序 和他们一起合照 把握时刻留下美好的画面 把他记录下来 我今天看到这些模范父亲 还有模范乐序 我个人已有荣誉 真的是祝福他们 父亲节是坦白讲 是值得一个庆祝的日子 我们说那个山那么点高 你知道吗 父亲的爱一山没有 那个海没有得深 各位知道 父亲的爱 同样的要比这个海 还要深 休门下面代表会主席陆燕林 也献上祝福来感谢爸爸们 父亲节 虽然没有母亲节的温馨 但是父亲节只要做好 什么 父亲 把家里所有的费用 全部都是父亲 这就是父亲的责任 所以你们也辛苦了 一年三百二十五天 要听孩子唠叨 听老婆唠叨 今天你们最大 也感谢各位村长 在这一次 应该是讲 在挑选人选的建议下 那虽然不是他们认定的 但有提选委员在那里提选 那是名单给他们提供上来建议的 所以也恭喜这些得奖的父亲 这一年来的辛苦 而且你们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个 甜蜜 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 我想 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所有的荣耀是很远的 我想我们常常讲 爸爸就像家里的一座山 保护我们在外面 不论是都光吹与打 就是为我们请家 因为像是一个泡山一样 所以我们为日之旅的 不论我们是用改变的心情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不要表达 我们对父亲的感恩 所以要珍惜的 你们在父亲人在的时候 无论爸爸是很辛苦 爸爸常常会激励我们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特别的时间 要特别的感恩自己的父亲 秀文香代理相当问有安 秀林下面的代表会主席 洛艳林则十一表扬 父亲们和模范乐器们 自证感谢状礼金和一束鲜花 秀文香公所来肯定大家的辛劳 村长代表们和家属 也和爸爸们一起合影留恋 记得继继继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